马来西亚弘理首席讲师Jeff老师 从业12年是大马第一中文财经电台周五市场点评嘉宾 2019年泰国大师班主讲嘉宾 CMT美国技术分析协会特约主讲嘉宾 熟悉A股 新加坡股 马股 港股 泰股 美股 长期致力于市场降跌本质的研究 熟悉处理及散户投资心理 理论根底深厚 实战经验丰富 尤其擅长利用量价时空思维分析方法 精确把握股价涨跌的规律 善于运用图形形态捕捉长线牛股和短线的黑马 暴涨的黑马股 熟练运用不同的组合分析技巧 从而轻松断定市场未来的方向 研究方向是浪行与时空预测 对浪行有独到见解 尤其擅长中短期的预测精准 往往能够做到提前预知未来走势 那今天会讲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很多股民在进入股市之后 就是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 比如说学习各种理论 像量价关系 然后像一些筹码 像你看一些指标 看新闻 看报纸 听消息 看业绩 分析公司 各种财务数据 那该学的都学了 但是股票还是不能持续稳定的赚钱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关键和核心的因素 没有考虑到 为什么现在无论怎样都很难赚到钱 不是说没有股票在上 我们会发现每天其实也有在上涨的股票 但是很多人总是不敢买 或者总怕追高 结果错过了一个绝佳的买入赚钱时机 明明是上升趋势 却因为偶尔一天的大跌 害怕再次下跌 从而卖出 卖出之后呢 第二天股票止跌 大仗还创了新高 这个都是因为不了解庄家的操盘手法 以及不知道庄家的伎俩 那在今天的课程中呢 如果说你不想再被这个庄家所设陷阱欺骗 那就请大家认认真真的听今天的这个课程 今天的主讲内容会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个是当前散户盈利的关键 就是跟庄 第二个呢是庄家操盘全流程大揭秘 第三个就是庄家那些伎俩你知道多少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 Jeff老师 大家认真听讲 各位会员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能听到我讲话的请帮忙回飞下音 能听到吗 好那我们开始啊 上一节内容呢 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 主要是看那个波浪是吧 波浪趋势战法 首创加原创 重点是谈了这个价格形态 趋势和浪行 以及怎么样去配合能量 去把握市场的上升趋势 或者上升的牛股 本一节课程呢 我们重点的内容是 在这个能量值 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能量值是吧 没有重点去讲 但一次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能量值放到首位 那么这些课程 我们可以连起来去学习一下 你将能够更加深刻的 或者叫透视的去理解 我们到底在怎么样去操作这个股票 首先免责声明一下 本课程主要的目的在于 学习投资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不构成任何的推荐和买卖提示 任何人基于此课程的 任何图片文字以及观点 所做出的任何跟投资相关的 交易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和收益 与本公司和本人无关 风险自担 三个内容 一个是当前返户盈利的关键 叫跟庄 第二个庄家操盘全流程大精密 第三个庄间那些伎俩 你知道多少 然后我们先看一个环境 根据我们的投资领域 新大后小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 然后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影响的意思很大 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新闻 你说它跟股票市场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如果说你细细想一想 还真有关系 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 是吧 你先看这个疫情 疫情数据呢 它有一点抬头的迹象 看到吗 看到没有 看到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抬头的迹象 因为我们上一个课程 给大家看的那个 低点低点抬高的情况 是不是即将可能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啊 那么之前是低点低点降低 是吧 高点高点降低 是一个下降趋势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就不再创新低了 下降趋势结束开始横摆 横摆之后呢 近期你看到它是形成一种什么呀 上升趋势 所以接下来 这个疫情又开始回升的话 那是不是股票市场 还会出现更大级别的下跌 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美国 这个是全球 是吧 基本上走势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一点呢 我们去反思 那么这个疫情啊 这个病毒到底哪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就各种 那个指责也好 还是甩锅也好 是吧 有的是中国来的 有的是美国来的 有的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 对吧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与环境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是说 剑桥的研究 他说 忽视气候变化 六十三国 贫瘠 恐遭调降 什么意思呢 也说 整个地球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是吧 包括什么 森林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是吧 大气生态系统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都是全球性的 一个国家破坏了环境 一个国家破坏了污染了环境 那么其他国家 都可能会遭到 这个同样的一种 什么呀 伤害 所以说 为什么要有这个 巴黎气候协议呢 是吧 要求更多的人 来去保护这个环境 是不是 那这些病毒 是不是自然产生的 自然当中 确实有很多病毒 寄生在哪里呢 寄生在动物啊 或者是植物啊 或者说 它在那些雨林里边啊 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啊 是吧 当它这个原始森林 被砍伐之后 它没有生活的环境了 它就必须要去找 那个技术 是吧 这个时候 人类就是遭殃的开始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 呼吁大家去 保护和爱护 我们的环境 是吧 那么跟这个疫情 有关系 如果再这样 破坏下去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 这种疫情啊 只能说是开始 刚开始 后边还会出现 而且可能会 规模更大 后边可能就 就这种情况 会非常非常严重 啊 我们先假设 这个病毒 都是自然来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 下面有一个关系股票的 那你说疫情 疫情没有了 那么对于 大家的生活 工作 以及呢 你的那个投资 都是有利的 对吧 是不是 好 我们看这个 企顺就是5066啊 这是一个 主要是造纸的 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 原先它叫ntpm 现在已经改了 它的那个名字 最近呢 它的股票 有起的不错 是吧 起来可以 比如说我们看看 这个5066 是这个吗 哦 是这个 记错了 是5056起的不错 它没那么起 是吧 然后你看 它的这个业绩 已经爆出来了 是吧 爆的不错的一个业绩 那么这样的业绩 以后呢 翻了8.7倍 那么派这个钱呢 还是不少的 是吧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这个价格是6分 6分 不是6分 6毛 派8分 相当于10多巴仙吧 对不对 难道它不比那个 顶级手套派的要多吗 比如说 顶级手套派3毛多呀 有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要会算账着吗 3毛多除以 它的5块钱的股价 是多少巴仙啊 你去算一下 你的成本啊 然后这个6毛钱分8分 跟3块钱分8分 那能一样吗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会算账 对不对 那你哪个更值得去拿 那你就清楚了吗 很简单的道理吧 就是 但是说 它拿了个股息之后呢 它如果说就一直这样跌 它给你跌8分呢 你就相当于没亏没赚 是吧 或者说 它出全的时候 就直接下来8分 还是下来1毛 是吧 一定是会下来的 出全不可能 出完全还是6毛1 那你就真赚了 是吧 真的是赚现金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会儿 要跟大家讲的 你看这个业绩去玩股票 你到底是想要拿它的股息 还是你想要赚它的差价 还是两者 你都想去要 是不是 那么就取决了 那就决定了 你的那个最终的收益 对吗 那如果说你 你这个股票 你也不管它趋势怎么样 它在这么一种大的行程当中 它也可能宣布派发股息 结果你也去拿了 拿了以后呢 这么三到五年之内 它股价都是调整的 甚至三到五年之内 每年就算分解 10%吧 结果跌了78% 这个五年 你拿到了18% 结果跌了78% 那你说你是赚钱 还是亏钱的 自己去算账 好了 这是一个开篇 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那么肯定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马也包括在里面了 如果马来西亚这边不带 保护环境啊 还用一些石油啊 或者用一些污染性能源啊 还去那个砍伐森林啊 是吧 为什么那个东马那边 前面砍伐森林 也没有人管是吧 后边有人管了 对不对 它砍伐森林 一定是破坏环境的 是不是 那清洁能源 那么拜登提的一些 这个新能源计划 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你不去 比如说我们个国家 可以继续使用什么煤炭啊 是有那些污染性能源 是吧 但是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压力 就说你如果再去污染环境 再去破坏环境 不去忽略这个气候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调教你的评级 调教你的评级之后呢 其他国家投资 也不会来你的国家 是吧 那这有这么一个 约束措施 那很多国家 可能就要去应用一些新能源 所以因此新能源 可能就会在全球范围阵 怎么样开始兴起 所以这都是一个 长远的计划 是吧 当然可能不那么快 但是你一定要想到 它后续可能发展的情况 是怎样的 是吧 先有这么一个预告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消息 关于 Gentem Malaysia 这个股票是吧 我们先看 它的走势 走得还是不错的 它的这个账幅呢 还是不错的 你看 不是没有好股票 而是说我们 是不是你认为 它是好股 还是说 我们还停留在 它不行啊 或者是那个旅游啊 什么那个赌博 赌场都没有开 是吧 或者旅游场没有开啊 还是在那个 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自后的 那种想法 是吧 然后最近你就会发现 云顶会频繁的 出现一些利好的消息 什么利好消息呢 这是听消息吧 是吧 听消息 那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来我们来看 消息是3月19号 出来的 第一个消息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群游交易 及马力加海峡 云顶游轮大马 复航 就是这个游轮 开始复航了 这是理由相关的 对吧 因为前面 我们有跟大家解读 关于这个 这个MCO 转到CMCO之后 或者说 目前管制 减弱以后 那么跨线的这个 流通可以做了 是吧 然后于是 这个旅游业 出现了井喷 然后有一天呢 就是刚刚 宣布的时候呢 就一天卖了 2000多个配套 就是旅游的配套 多数在甲州 跟那个马力加 甲州还有哪个呀 还有那个 佛罗交易 是吧 你看 他现在云顶就刚好 就启动了这个 马力加海峡 这个到佛罗交易 这一个游轮 是吧 那么这对他的这个 利润 或者他开始 是不是有赚钱的 这个项目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又看到什么呀 云顶大马再注资 帝国 8215万 就是他又注资 注资干什么呢 就是认购帝国 度假村 数个系列的优先股 因为这个集团是吧 就认购这个集团里边的 这个这个股份 那为什么要 原先不认购 现在认购了呢 是吧 那么种种的迹象 你看 他到今天为止 才反映过来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云顶世界 在这一轮的行动管制令 期间 散请营业的期限 比预期短 复苏速度 也预期更会更快 这是那个在17号 发出来的东西 因此飞行员将大马 这个云顶 2021台年的盈利预期 上调12% 那17号反映过来 你看 这媒体反映是17号 也就在附近 在附近 然后你再看 云顶世界因行动管制 2.0暂停营业 近一个月 终于在昨日傍晚6点 重开 恢复营业的速度 比风龙投行 分析员预测要快 是吧 那么有这一系列的 首先是上调 它的今年盈利的 这个评级 然后其次是有一些 配套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旅游的计划 还有这个注资的计划 是吧 你发现 它这个股票就起来了 之前没有 之前就是说缺钱 谁愿意投资 去融资 是吧 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发现 它的旅游业开始跑了 比如云顶高原 很快要开了 你可以去云顶赌博了 或者可以去云顶 那个 那个shopping 或者说你去 那个度假 是吧 这个时候 它的盈利就开始 那云顶高原 不就靠赌博 跟那个游吗 对不对 然后你看 其实 其实这个云顶 它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其实云顶 大马是从 2月 这个1月29号 2021年的1月29号 就启动了 那么媒体到现在 才翻译过来 是吧 所以如果说 我们是看媒体的 你说你是快 还是慢 你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 你到现在 才想起来买这个云顶 那你说 它后面能涨多久呢 不知道 那你如果说 在1月份 就已经买了云顶 是不是现在已经赚了 都已经赚了50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股市当中 你越快得到消息 你越早买入的 可能怎么样 你赚服越大 是吧 这就是给那些 听消息看新闻的 一定是慢的 注意啊 听消息看新闻 一定之后的 这个是yes 如果说你不想之后呢 你不想那个变成 那个后知后觉者呢 听消息看新闻 这个就查掉就可以了 好吧 那实际股价走私呢 如果说你是看图的 稍微懂一点浪性 按照我们 上次讲的是 一二三四五五浪 下跌走完了之后 它就开启了一个上升趋势 是吧 那么这是大一浪 大二浪 大三浪 是吧 你就能看明白 然后按照我们上次给大家谈的 那你简单的按照这个趋势王座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能反应过来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你按照这个软件的指标 看看图来去反应的时候 你大概在二月四号 二月四号的时候 这个趋势线就变紫色了 是吧 然后你就能反应过来 这是要进牛市了 这是要走三浪 主上浪了 是吧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趋势不浪的 这个战法来讲呢 你发现这是五浪 是吧 五浪走完了 这个就是起点 起点完了之后 这是趋势的 这个反转的圈 是吧 那就算你这个地方没有买到 你到这个地方买行不行 你到这个地方 这是 二月二十三号 也反应过来了 是不是 那媒体反应过来 以及你听到说什么都起航了 这个这个邮轮都起航了 或者说后边那个 云点高原的开放了 你再去买这些股票 那是不是就晚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能成为先知先觉者 因为我们是看图的 是吧 然后后知后觉者 多数是听消息 或者说那个看新闻的 是吧 然后有人说听消息 看新闻不行 那看什么呀 看一切几种行了吧 业绩好的通常不怎么上 是吧 然后你比如说 上次我们也谈过这个8338 叫DataPrip 这个股票 它在近期的21天 涨了2196% 难道它的业绩又大幅增加吗 是吧 然后以及呢 那些好的这个业绩好的公司 它也不起啊 对吧 比如说为什么业绩好的公司 公司不起呢 这个就是一个潜规则 大多数人认为 这个业绩好的股价就应该起 对吧 这叫险规则 险规则是什么呢 险规则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啊 在股市当中有两种规则 你要遵守 一种叫险规则 一种叫险规则 险规则 一险规则 到底哪一个 更能够帮到我们赚到钱 是吧 关于险规则 很多人可能都懂 什么看业绩啊 看什么PE啊 ROE啊 什么什么EPS啊 是吧 这些东西大家都懂 然后我们来看啊 股票投资到底该听谁的 第一是听什么 你是听消息 还是看业绩 还是看什么量价啊 看一些什么指标啊 是吧 记住啊 这些都是全都是之后的 听说完没有 这些全都是之后的 完了之后 股票投资到底该听谁的 我今天用一个 大家最喜欢的股票 给你来做案例 哪一个股票呢 TopGlove 大家最喜欢的 大家的最爱 所有洒货的最爱 几乎 我没有 估计错误的话 所有马来西亚人 都有这个顶级手套 是吧 你不信我们就 我们就现场统计一下 多少人有这个顶级手套的 是吧 曾经买过是吧 有很多 你不说了啊 曾经最火的时候 那个卖 卖鸡腿的大爷 是吧 那个大叔 也也在看那个 手套股 是不是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摩根大通 就这个 这个这个投行 不是吧 都知道吧 这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投行 投资银行 他是搞全球投资的 他在各个国家都有投资 不光在买了下 在美国啊 欧洲啊 中国啊 各个地方都有他的投资 好了 我们先看最近这一 这一个走势啊 就最近这一个消息 就这个 这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是19号 也是昨天刚发出来的 是什么呢 他说摩根大通 捍卫顶级手套 称股票回购 不影响盈利盈亏 很多人担心什么呀 这个 呃 林伟财 或者这个老板 一直回购股票呢 要冲淡他的什么呀 这个这个价值是吧 简直是吧 有简直这种情况 但是摩根大通呢 那就回了这种 说法 他说顶级手套呢 呃 回购不影响他的盈利 不影响他的盈亏 因为他不记入损益表当中 这是很多人知道呢 然后我们谈一个损益表 有多少人知道呢 是吧 那这也是会计的这个 这个名词 所以说 你做一个投资者来讲 他写的东西 你能不能看懂啊 什么叫损益表啊 是吧 如果你做会计的 你肯定知道 你不做会计的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是不是 哦 你认为这个东西 压根可能就无关紧要 是吧 在于投行来讲 或者在于一个专业人士来讲 他做账 方式怎么做的 根本就不会记入 会计的损益表当中 所以根本就 大家不用担心 清楚了没有 所以说 该听谁的 是吧 你肯定要该听权威机构的 是不是 而不是在群里边听到 听到一个阿摩阿狗说 这个行 你就听了 你就去买了 听到一个看似是大师 这么人说 哎呦 这个行你就去买了 是吧 他是权威机构吗 他的水平是多少 你们见过面吗 你了解他吗 是不是 那你就听他的话了 那你 那你不 你不下荷兰 谁下荷兰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 前边啊 前边是13号 14号 这是本月的 13号他说什么呢 摩根大通 这个 对我国橡胶手套领域 展开研究 并给予卖出评级的 摩根大通 近日提醒投资者 接种疫苗时 不需要手套 还是看空的 是吧 就13号是看空的 然后14号 然后14号 他就说什么呢 再发布看空报告 橡胶手套股价 今日硬生抖跌 为什么股价会跌啊 你看看 13 14号 这个手套股 跌成什么样啊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说你该听谁的 13 14是哪啊 这个应该不是本月啊 是上个月的 上个月13号 就在暴跌那一段 差不多就是 2月份的13 14 在这 在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就是跌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以及呢 像他那个17号 18号是哪里啊 是差不多这边 就暴跌这一段 是吧 所以来说呢 他一发表 发表这种看空的 这种这种情况 他就股价就肯定跌 是吧 然后我们还记不记得 这个手套股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变成熊市了呢 就是在本地的股票 好像一个一个对 这个那个margin 砍margin把它砍成熊市了 是吧 还记得吗 还记得呢 你就回复一下 我看有多少人 还记得那个伤疤呢 有人就就是好了伤疤 就忘了痛了 有多少人还记得 这个伤疤呢 一个一个股票行 对那个散户的margin开刀 那个时候就把他砍完了 是吧 大家都不记得了啊 回复有点慢 回复不了 大多数回复不了吗 算了 算了 我就回复了 就不用回复了 是吧 我们一定要去知道 这个投行是很厉害的 你说像 Maybank发表一个什么评论 重要不重要 重要 得听 国家银行发表一个什么什么评论 需要听吗 需要听 首相发表一个什么评论 需要听吗 更需要听 这些说群里边一个谁 一个苏三 发表了一个评论 你需要听吗 不需要听 懂了吧 所以说那个吃瓜群众 发表的意见 永远不会被 被这个政府采纳 听懂了没有 永远会被吃瓜群众采纳 就是吃瓜群众听着 挺有道理的 就采纳 是吧 永远不可能被那个 这个这个政府 或者是主要核心人物所采纳 对吧 所以说我们股票行 股票里边你到底应该听谁的 还往群里钻 见到一个群就钻 见到一个群就钻 那里边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不知道 一堆那个吃瓜群众在里边讨论 怎么吃瓜呀 是吧 瓜能吃得更好啊 只能谈点这个 还能谈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去进了这么一个群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然而这个是去年的12月12号 蒙根大从首次预测 一旦新冠肺炎疫苗变得触手可及 全球手套时长将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 该行因此把全球最大手套 龙头顶级手套主要的核里价 大幅下调3.50金 去年12月12号还在什么价格呀 你来看看啊 去年的12月份价格是 这是2月份了 这是11月份 然后这是12月份 12月12号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发表这个看空的报告以后呢 这个价格是6块多 6块7毛钱 最低跌到5块 最低跌到5块09 不是4块7毛4 是吧 这是他的这个预测 到3块5 到3块5 他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我给我给大家的一个平 一个一个低位呢 就是4块5附近 他最低跌到4块7毛4 就起来了 不是凭空的想象 也不是就随便说个数 他是有参考的 我们是参考了他 很多年曾经的历史低位 得出来这么一个数字 是吧 那这条线就是 TOPLOW大概率会停留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 这个价格是4块4毛钱 是吧 摩根大通预测的比较悲观一点 他可能会到这个点 这个点就刚好是3块5 所以说 首先要到4块4 撑不住往下 3块5 知道了没有 所以说 你不会看图 你经常被人忽悠 你会看图吗 不会看图 不会看图 他说3块5 你就3块5 你3块5等着吧 他到4块4就起来了 或者跌到2块钱才起 那你就信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机构的话你要听 但是不代表我全信 我得去验证 听清楚了没有 他的话 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 一定要听 对不对 但是他说 3块5也好 多少也好 他到没到那个位置 他首先应该到的是 这个什么位置 4块4 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才可能见底 那最近呢 最近跌到了4块7毛多 是吧 还有一点距离 庄家还没有进来 有他有可能像之前 这样的那样 反弹一下又下去了 是吧 最终到4块多 或者说更低 还会见底 是吧 所以说 就是这么一种 然后你看他的态度的转变 他为什么这次 他开始捍卫这个手套呢 你要去思考 他为什么说话 开始转风向了 是吧 难道是为散户 那个那个 为散户服务吗 太天真了 记住 投行没有一个 是不为自己服务的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 他那个真实的股价 真实的股价在这呢 我刚才去给大家看过了 我们来看看真实的股价 通常上市公司老板 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股票 林伟财就天天 买买买的股价钱了吗 因此而翻转了吗 没有 很多人认为 老板买股不信号 就是就是就是 很好的消息 是吧 老板买股不信号 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保住自己大 大股东的身份 这种料 他在乎的不是价格 赚不赚钱 而是在乎他 是不是还是公司老板 如果因为发现了 更多股份 让别人收购到 五十万元以上股权 他就不是老板了 知道吗 他来回股股份 要保证自己大股东的身份 明白吗 所以这个目的 大家不清楚 他也控制不了 自己的股票 对吧 如果他能控制掉 自己的股票 他一直买买买 他为什么股价起不来呢 是吧 他一 他能控制他的股票 他别人做空他的股票 他为什么他不反击呢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是 反而炒家 却可以控制一只股票 你看 蒙根大通就可以 他就可以控制 这个典型手套 他通过舆论 把他打下来 或者通过自己实际的那个真枪 实在把他打下来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规则的话 真的 真的就是 这个就是 只懂一点 浅显的那个规则 或者叫没有社会经验 在社会上混的话 有黑道 有白道 还有灰道 是吧 你光知道白道 光知道这个就是就是正面去去那个办事情 是吧 有时候是要迂回的战术才可以搞定 是不是 有时候要找黑道的 听懂了吗 股票也一样 任何行业都有行业的规则 有行业的险规则跟行业的潜规则 就是 所以说 炒家 刚才那个摩根大通 他就是炒家的一部分 他就是一类炒家 听懂了没有 一类炒家 所以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听谁的明白 这件事情明白了没有 这件事情明白的话 我们要先搞清楚 我们应该 做什么 怎么做 听谁的 怎么听 不干 你这一天搞清楚是吧 然后想的也想明白 就天天去听新闻啊 钻群啊 然后看报纸啊 然后找小段的消息啊 然后呢 就是这么去干 想的没想 是吧 你能这么干 别人也能这么干 上周 我们还跟大家讲了 股票是一个零和游戏 凭什么你赚钱啊 是吧 你用KTG 他也用KTG 你看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PE 他也看PE 凭什么你赚钱啊 对不对 都用铜龙刀 凭什么 你是那个赢家啊 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思考啊 不思考这些问题 你的认知的边界 是非常狭窄的 结论 吵架的评论 以及操作 才是股价起落的根本动力 是吧 第二个 股票投资 最应该听权威吵架的 不应该听那个吃瓜群众的 知道了没有 第三个 散户想要赚钱 只能跟装 其他任何的手法 都只能是辅助和参考 你在处理这个基本面和技术面 消息 报纸 新闻 小道消息 它是你主要的判断预计 还是你辅助和参考 这个就决定你的命运 如果说你是以 听小道消息 看报纸 听新闻 看业绩 看公司的发展 作为你主要判断 炒作股票的这个依据 我保证你不会赚钱 我保证你永远是之后的 知道了没有 昨天听了一个有一个人 那个评论手套了是吧 就是手套那个什么情况 他呢 不能说说的不对 只能说太片面 知道吗 手套 就他说那个需求 手套需求 不会一下减少到很多 对吧 这个话确实是对的 但是 手套需求增压 股价就会起吗 是吧 这个好像没有本质的关系 然后从去年 你说从去年 那个集中 采购的这个时间 已经过去了 是吧 那后边就不需要了 或者不需要再补很多货了 是吧 那现在生产 或者很多人说 还排着生产 对啊 货款已经交了 现在是生产 知道吗 是给人家生产货 货款已经交了 已经集中已经收完了 听懂了没有 所以说 业绩 或者他的业务 有所发展 不是他股价能根本 启动的什么样 那个点 是吧 那这个消息出来了 以及他公司发展了 能不能得到社会 大多数的吵架 散户外资的一种认可 来为此而买单 如果说他这个消息出了 有很多 有大量的散户外资和机构 在买他的股票 愿意为这个买单 他也能起来 就不是说你公司业绩好 我就要买你的股票 公司业绩好的多了去了 为什么要买你的股票 是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没有根本 直接的关系 然后关于吵架 很多人也不知道 什么叫吵架 今天呢 我们把吵架盯进来 给他清晰化一下 是吧 有时候为了跟庄家 为什么跟着就跟丢了 或者为了跟庄家 也不赚钱的 你跟的是吵架吗 你跟的是庄家吗 你跟的是散户 跟的是那个油资 或者跟的就是一个 小道消息 你知道什么叫吵架吗 是吧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 把这个吵架的概念 给你们清晰化一下 是吧 你到底应该跟谁 跟错吵架 跟的是假吵架 跟的是假庄家 知道吗 很多人跟的是假庄家 吵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它既不是上市公司老板 也不是买来收的股东 而是以推升股价 获取差价为目的的 有组织有计划 有目标的个人或组织 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什么叫吵架 它的目的是什么呀 是获取差价 赚钱 它通过什么方式赚钱呀 推升股价 是吧 赚那个差额 它是乱乱推吧 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目标的推 它可以是一个个人 也可以是一个组织 那这个个人呢 如果它的资本 大到可以控制一个股票的时候 一个人就可以了 如果一个人不可以 它可以是一个组织 是吧 这个组织 它可以是一个机构组织 也可以是一个散户组织 是吧 它可以是投行 比如说那个股票行 也可以是公务基金 还可以是私募基金 投资公司 银行 保险 股票行等等 以及其综合体 是吧 这个全包括在里面 那一个股票好的话 不光一个投资公司 不光一个吵架 可能很多吵架都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 云集 那你认识一个有用吗 没用 认了没有 所以我们不去问 这个吵架到底是谁 是吧 是哪家银行 不需要知道 因为你也不可能全部知道 你如果只知道一家 是有可能的 那到底这里面有多少机构 这个是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秘密数据 这是一个花钱 才可以得到的数据 或者花钱也得不到的 一个数据 你就不要问了 有专业人士领导的散户群 也可以吵架 比如说美国 那个WSB 是吧 他们这个是一个散户的群体 有一个人领导 大家可以知道要干一票 下一票干什么 是吧 要组进哪里股票 多少钱买 多少钱卖 是吧 但是你记住 他们的目标通常怎么样 不会是长久的 通常干一票跟强盗一样 是吧 干一票就跑下一个 是不是 所以你跟着这帮人的话 也许可能会很好 也许会死得很惨 是吧 当散户有领导 有领导的散户的话 他也可以吵架 他也可以在短期内 吵一个股票吵得很高 所以这我们对于吵架来讲 有一个综合性的认识 是吧 他不是一个个人 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机构 是吧 他是一个综合体 对不对 装家 吵家 还有投资家的区别 装家就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本来就是装家 你在他股票上买股票 他们就是装家 比如云顶 云顶就是最大的赌场 装家 不是装家 比如云顶他亏赚 他都得干 这叫装家 散户亏的可以不干 这不叫装家 他不是常来的 第二个 吵家就是联合装家 在赌场 坐手脚出老千的厉害赌神 是吧 那个赌场也会请很多 赌博界的一些 非常厉害的人物 去压场子 是吧 要不是来一个厉害的 你压不住场子 让人家就全部转走了 是不是 他也会请很多的赌神 或者赌胜啊 赌博很厉害的这个高手 是吧 那么吵家 他要联合这个装家 才可以出老千 没人管 是吧 才可以坐手脚 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以为赌场 那为什么是 是那个甘砖不培养 那都是有坐手脚的 都是有出老千的 是不是 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出老千更厉害的 那你这个就完了吧 是吧 有些人就被屏蔽了 你不能来这 人家可以屏蔽 你不让你来 行不行啊 对不对 把你放上黑名单了 然后公布 所有在这个 整个赌博行业 公布一下 任何的赌场 都不让你进 是吧 第三个 投资家是入股 这家赌场的股东 或投资方 就是比如 就拿一家赌场来说 是吧 我有这家赌场的 一个股份 我不参与你什么 具体赌博 我参与是吧 就是我 就是那个年终算账 给我钱就行了 是吧 投资完了 有利润给我分就行了 这叫投资家 听到没有 炒家就是真正在 那个那个赌场里边 出老千 然后赢钱的那些人 你知道吗 这叫炒家 庄家呢 就是提供这个场所 然后提供真实信息 的这个 这个 这个商业公司 这样 这样说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呢 回复 一 没有声音啊 也没有声音啊 其他人有声音吧 有声音回复二 听懂的 回复一 所以这个认知啊 我们前面有说认知的事情 这些认知 是不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 如果说你这些认知 都不懂的话 那你赚不了钱很正常 你赚钱少很正常 赚钱卖也很正常 对不对 因为一个人 他很难赚到 认知以外的东西 认知以外的东西 你赚不到了 然后我们来看 庄家炒家 一头人家的区别 从他的职责 特点首目还有角色 我们来去了解一下 庄家炒家投资家 庄家他的职责是提供一手真实消息 就是上市公司老板 是吧 他会提供给炒家一手的消息 先透露给炒家 然后招代理人来操作 因为上市公司老板 不可以操纵自己的股票 他必须有代理人 或者必须有炒家来帮他炒 是吧 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指挥官 负责给信息和指挥 是吧 他是不参与的 他是参与决策的 炒家呢 是炒作股票 他的职责 是吧 然后特点是有组织有目的 而且是与庄家怎么样 串通的 手法用大笔资金 推升股价 吸引跟风盘 获取计计划差价利润 是吧 他角色的是涨多少 具体开船的是他 听说没有 投资家 收购部分股份 以收股息为目的的 买了手助等股息 得到公司利润分配 这是他的角色 他不参与这个炒作 是吧 他如果说也在里边 他也享受那个炒作 专家炒作那个差价 他也同样享受 是吧 但是他跟那个上市公司老板 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他只是通过 他这个公司的一些 官方的资料 官方的一些资料 来去判断这个公司不错 是吧 或者说可能跟那个老板 也偶尔也吃过一两次饭 就算熟了 你跟人吃一两次饭 就把那个掏心窝子的话 都跟你说了 把那个公司说的 必须都告诉你了 你认为可能吗 是吧 你这不太天真了吗 所以一个外人啊 就是我 跟人吃一次饭 跟你吃一次饭干嘛 关系事 是吧 吃一次饭 就你直接就把 你请人吃一次饭 然后就把那个公司消息 告诉你了 这是真实的东西 都告诉你了 家丑不外扬 知道吗 对不对 可以做那个采访 如果说你不是说 特别有名那个东西 媒体也没用 媒体是吧 你注意啊 在媒体面前 那更得说的 那个非常圆满 更不应该把那个 家丑给爆出来 是吧 那这个东西 根本就行不通 什么采访啊 采访他又 人家说点 关门堂皇的话 知道吧 说点那个 这个有利人家公司 做广告 做广告的是吧 好不然有一个人 在采访 做广告吧 不挺好的吧 你知道人家目的是什么吗 你有目的 人家也有目的 清楚了没有 哦 你跟人家套人家换 然后股票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人家直接不回答吧 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不要太天真 知道吗 我们要去搞清楚 这个投资家 哦 您去找人家 人家就得跟你 那个说实话呀 对不对 看着啊 炒家靠什么呀 庄家的一手真实信息 如果没有这个真实信息 他也不能干 是吧 同样炒家赚了钱 肯定要回馈庄家 是吧 庄家为什么要给你 这个消息啊 是吧 给你这个消息 赚了钱 你要回馈 回馈回来 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上市公司老板 是不可以自己 炒自己的股票的 但是你找一个炒家 找一个代理人 就可以的 是吧 但是这个又不能 明目张胆地做 只能按地地做 是吧 只能是那个契约 按地的契约 不能够公布说 是吧 因为还是 理法的 庄家靠炒家的运作 来控制股价 达到那个盈利的目的 因为你这个公司 如果真的有中大的收购啊 中大的这个利好消息啊 导致股价 必然上涨 这个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发行那个新股啊 或者说 那个那个 私下配股啊 是吧 这是包赚的 包赚的那个 你能拱手就让别人吗 水不流外人田 是吧 你要不然 你也得 你私下配手给谁了呀 配手给自己的亲戚了 配手给自己 另外一个公司了 是吧 水不流外人田 投资家研究什么呀 研究个公司 是吧 自己研究个公司 他要收购点股份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最后这句话 股价起落 三分靠业绩 七分靠炒作 是吧 如果说你是想要买了赚股价的 你要跟谁呀 跟这个 如果说你就是也像这个投资家一样 我说那个拿着股序就完了 是吧 股价涨不涨 没关系 是吧 我就跟那个投资家 是吧 然后庄家呢 你跟不了 因为大多数这个股东呢 上市公司老板 你是不是认识的 是吧 其实认识的话 也是平水相逢 没有什么深交 是不是 你说上市公司是我爹 那好 是吧 是你老爸 那很好 是不是 那可能会深交 好了 我们来看股市的规则 我们谈了这些以后呢 股市有两个规则 包括社会啊 社会是有规则 有潜规则和险规则组成的 每个行业的每个行业的潜规则和险规则 那股市的险规则是什么 股市的险规则又是什么 以及险规则和险规则 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多少对多少 你去说一下 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险规则 是吧 哪个国家都有险规则 是吧 有的 比如说马来西亚那边的 马来西亚 就是险规则 是吧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这就是你们的险规则 就只要用钱能干成的事 用钱能解决的事 就是不是事 能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是吧 要有那个案底钱 你不是案底钱啊 什么什么那个 那个咖啡钱啊 是吧 这个你们听懂了吧 这就叫潜规则 半点四 找政府办事 你得说马来话呀 得得多说什么什么呀 这个会员教我啊 什么都东 是吧 是吧 我没记住 然后说点马来话 是吧 这是潜规则的吗 你说华语 然后人家听不懂啊 对不对 完了之后呢 实在不行 那就塞点钱吧 对不对 塞钱你就明明摆着塞啊 你在桌底下塞啊 这叫潜规则 或者说咖啡钱啊 对不对 这是大家教我的 我不清楚啊 会员 然后在本地 你生存了很久的这些人 你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吗 要不然你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也生存不了很好 是不是 好了 显规则 这是什么叫显规则啊 什么消息啊 这公司拿到 拿到那个 这个什么合同了 公司有什么 那个活动 然后公告了 在马交所 或者通过报纸 登出来这些消息啊 以及呢 这个这个公司的 这个基本状况啊 他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行业的 这个地位怎么样的呀 最近有什么发展啊 公司的这个 财务状况怎么样啊 这些都叫显规则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搜一下 都能搜出来 基本上998些的人都可以 知道这些东西 都可以触手可及 是吧 第二个叫显规则 比如说 这个股 这个公司的股票 有人炒作吗 是吧 然后有没有股权之争啊 那么利益群体都是谁啊 你能不能接触到 那个核心利益群体呢 这些东西叫显规则 就是 庄家要炒作了 他会不会告诉你 如果告诉你呢 你就可以 用到这个潜规则 是吧 然后你是不是 这个吵架 那么这一部分的 那个情况啊 这一部分的 这个消息啊 认知啊 只有一巴仙的 可以得到 这是认知 这是998先 散户认知范围 以外的这个规则 对吧 然后这个是998先 都知道的规则 那你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呢 就张表钱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他知道 我也知道 大家全知道 全天下人都知道 那凭什么你赚钱啊 是吧 还是上一个课程说的 都用着铜锋刀 都用着 都学着孙子兵法 谁赚谁啊 谁胜谁啊 对不对 你知道他也知道 所有人天下人都知道 凭什么你赚钱啊 就这个问题吗 你得懂点 别人不懂的 知道点 别人不知道的 你才可能 赚的比别人多吗 你用别人看不懂的 你才可能赚到别人的钱吗 对不对 他这个潜规则是大多数股民 不太清楚 或者说尤其是新股民是吧 他不知道还有潜规则这么一说 是吧 实际上炒家的炒度是股价主要启动的动力 公司的盈利对于股价的这个刺激没那么大 听到没有 或者说公司盈利了公司赚钱了 没有人为他买单炒家不进来 他也 账不了多少 账一天 就跟一家花一样就结束了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 是直到我们去思考的 对吧 然后如果这些东西没想明白 你做股票的话 你做不云来 对吧 做着做着就会出问题 炒家与投资家的根本区别 有人老是拿着那个什么什么 冷眼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有用吗 对吧 他不就是个投资家吗 他就买来说他也不退成股价 他就买了几巴仙股价 一巴仙股权吧 两码 对吧 拿点股息吗 巴维特说什么了 巴维特也就是个股东吗 他原来是收购公司的 对吧 所以他人也教你怎么收购公司 怎么看这公司的那个 那个现金领啊 运作啊 是吧 各种财务指标啊 那么以及他就预测他 用这个财务指标 预测他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好 买18元股权 我们要拿他的分股 是吧 拿他那个股息 如果说你也是资金很大 可以收购公司的话 你跟着巴维特那一套走 没有问题 如果说您就是一个小股民 就是要炒炒股票 不是要收购他的公司 那你就别跟那一套了 是吧 不是 第一个 炒家操作股价违法 只能按线操作 散户不可能接触到 你接触到那些东西 那些人所谓的吵架 都是都是为吵架 都是假的 是吧 真正的吵架 不可能你接触到的 甚至他们在操作期间 都在这个暗屋子里边 大家都电话都没收的 是吧 都不允许接触外面的 是吧 我们在年前 给大家放了什么呀 那个那个 大空头啊 或者那些 那个什么大时代啊 是吧 那里面确实是这样子 要找一个 跟外界格局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做盘 是吧 第二个 投资家收购部分股权 合法投资 明线 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他甚至还登报纸 是吧 甚至还登报纸 说他买了他18%股权 这叫明线 这个是一个人都知道 是吧 触手可及 但是说这个暗线 这个炒家 要不要炒这个股票 什么时候炒 炒到什么程度跑 你是不知道的 是吧 每个人只能赚到 自己认知以内的钱 却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是吧 通常这个显规则呢 大家都能看到 就是你认知范围以内的 认知范围以外的 就是这个显 就是这个显规则 就是大多数人的 认知范围以外 你赚不了这些钱 所以大多数人来讲 赚到的钱少的可怜 赚不到的钱数不完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呀 因为认知这个 边界太狭窄 是吧 认知范围是由一个人 看得到 听得到 想得到 做得到 意识到 以及接触到的 边界所组成的 是吧 那你到底 你想得到的范围 是多大 你能做得到的范围 又是多大 你能听到的范围 是多大 你能处理到的范围 又是多大 它构成一个认知范围 股市里 多数散户 根本无法接触到的 就是炒家 以及庄家 能够接触到的是 99%散户都知道的 都在看 都在用 都在做 都能想到的东西 是吧 这就是认知边界 如果说你的认知边界 跟别人的认知边界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你赚不了他的钱 这种量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 炒家的问题 怎么去 跟炒家是吧 问题是什么呢 你如何能够正确认识 股市的潜规则 把它放入到 你的认知范围里面去 你才能够赚到 你认知范围 以理的这个钱 如果这个潜规则 一直在你的认知范围以外 你是赚不了这个钱的 是不是 如何正确处理 潜规则和潜规则 散户的处理 又在什么地方 是吧 这边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 跟炒家操作 赚到认知范围以外的 数不完的钱 谁是炒家 炒家在哪 怎么跟炒家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是吧 前面花了这么长时间呢 给大家讲了这个东西 希望我们认知范围 有扩大 是吧 你扩大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 讲这些东西 你就清楚了 你不认可的 你没听过的 不代表它不是真实 是吧 不是真理 是不是 然后你听过的 你能够说得上来的 也不代表它是真理 也可能就是 就是谬误 是吧 是不是 所以不要否定 还没听 你说我没听过就是不对 我没看过就是错的 因为这种情况的话 你的认知范围就非常狭窄的 怎么样我们去跟炒家 是吧 我们先看这种数据 那这种数据呢 是大众都能够看到的 专业数据 是吧 但是很多人也看不到 因为有很多人还在问老师 这个数据从哪看 对吧 这个数据是免费可以获得的 大众都可以看到的 每天它会有这么一张表 那这个表它会记录什么 记录这个当天的 这个institution retail 什么foreign 他们的这个买卖情况 你看到吧 这个是15号的 那么它的你看到 institution是竞卖出168 million 然后retail是竞卖入14.2 million foreign是竞卖入26.2 million 是吧 这是总体的一个数据 但这个数据来讲 它是缺乏详细的东西的 是吧 它没有详情 它就是这么一个 growth data 叫那个总的数据 是不是 然后我看最近的 比如像这个19号 这是19号的 19号这一个呢 你看啊 19号的这一个 它是谁在卖出啊 是foreign在竞卖出 然后散户是最大的竞买家 看到吗 所以这个数据我就不看了啊 你可以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浏览完了之后 你会看到 如果说 为什么现在股票比较难赚啊 就是因为散户在这边买买 是吧 这个市场参与的主体 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特点 散户就是投机性强 是不是 然后你再看18号 18号在这呢 18号是谁啊 是机构竞卖出 散户和外资竞买入 然后散户是最大竞买家 然后这个是16号 16号是机构跟外资是竞卖出 散户最大竞买家 然后19号 18 17号 然后你看到机构是竞卖出 散户和外资是竞买入 散户是最大的买家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上周的数据 上周的数据就不一样 上周的数据呢 你会看到散户和外资是不断买买买的 机构大多数都是卖出的 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数据呢 我们能够知道每天 为什么股票起不来 是吧 指数要想起 必须外资进来 股票要想起 必须机构进来 如果一直是散户在这玩的话 散户就玩两天 就不给你玩了 玩两天就换目标了 是吧 你看那个WSB 比不一样 平凡的换 它不会常去炒作 预制股票 是吧 平凡的换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更加详细的数据 比如说机构 在今天它卖出的 它卖出的什么行业 它那个卖什么股票 是吧 它的股票 里边散户外资的机构 比例 分别是多少 这个数据就 就是什么样 我们认知边界以外的 就是你没有在 你认知范围里内 所以是赚不了 这部分钱的 只要你把这个认知 纳入到你的认知边界里边 那你赚的钱 就会非常非常大 听说没有 那我们提供这个 六彩商量指标 它是一个跟炒家的神器 可以提供指数 行业 个股 专业资金数据 所以它这个 它这个作用态会比较大 会比较简单 散户的路呢 就是跟炒家 你跟其他的什么群里 谁 什么一个什么苏山 是吧 或者什么一个David 他是干什么的 你不知道 是吧 你要跟着炒家 我们不在乎炒家是谁 我们在乎的是炒家 总体加在一起 比如说投行也好 还是投资银行也好 还是说那个私募 公募也好 是吧 加在一起 这比例是多少 现在 就整体这个 目前机构比例是多少 这个是很重要的数据 是吧 那么其中 这个黄色的部分是 外资或叫油资 在蓝筹里叫外资 在非蓝筹里叫油资 然后散户 青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定义它为散户 红色的部分为这个炒家 不是庄家 庄家不可能在这里边 是炒家 炒家 听得懂 炒家就是以炒股票为生的 以推升股价 获取巨额暴利的这个 为目的的这些人 而且炒家是险性 是险性而隐性的 是隐性的 是不可能让你知道是谁的 因为这个炒作是违法的 一旦被抓住是要坐牢的 或者是要丢命的 好吧 关于庄家炒作 这个 他不是 今天买 明天卖 今天买 明天卖 跟洒乎一样是吧 他是有完整的一个流程 有完整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被庄家套上呢 为什么不给庄家洗掉呢 是吧 为什么买得不起呢 都是不太懂 这个庄家运作的过程 买在这个庄家 拉升这个默契 然后呢 买在这个反弹的 这个阶段 是吧 然后没有砸盘 这个阶段出来 在这就开始 那个一路售票了 是吧 散户就一路买买买买 是吧 反正感觉很低了 是吧 所以说 得出现砸盘之后 才可能会出现一个 新的上升阶段 没有砸盘出现 你千万不能够进去 是吧 进去就出不来了 是吧 然后没有拉升 没有出货 你就坚决不能跑 是吧 中间这种 就要整理洗盘 是吧 洗盘下没有关系的 你就不需要去跑掉 是吧 你跑掉以后 你就被洗掉了 然后我们来看 那个 酷三 你看酷三 他这个走势图呢 就就非常的 清楚 哪一个步骤是吧 然后你看 这边是出货 反弹 砸盘 建仓 整理 拉升 洗盘 拉升 洗盘 再拉升 出货 反弹 砸盘 这个砸盘 没有结束 你能进场吗 是不是 你进场不就挨套吗 有人在这就进场了 或在这就进场了 反弹出货 这是出货 很多人还在这买的 对吧 你买了也行 买了你赚钱 可是跑啊 赚钱不跑 等着他再翻倍呢 出货的阶段 怎么可能翻倍啊 是 所以说 你这个图你不懂的话 在整理这 一整理你跑了 是吧 一起盘又跑了 然后一反弹进来了 然后没打盘 没打完 那就进去了 那你说 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吧 然后建仓 要跟着砸盘 没有砸盘 他就不叫建仓 是吧 听到没有 没有这个反弹 就没有砸盘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前后的顺序 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然后你才能把它 做明白了 那么怎么样 把它精准的识别了呢 到底是在洗盘 还是在拉伤 还是在出货 还是在砸盘 还是在建仓 是吧 我们这个六彩神龙指标呢 可以精准的识别 庄家操盘的步骤流程 庄家大15这个位置 就是庄家建仓了 就是刚才说那个图里边 那个吸筹 吸筹也叫建仓 庄家要是 炒家要是大于50 那就是拉伤了 大于75是再拉伤 或者叫快速拉伤 炒家开始 小过75 就开始出货了 然后小过50呢 出货完毕 炒家小于林呢 开始砸盘 砸盘通常 从庄家开始消失 那个位置 开始砸盘 开始快速下跌 我来看一个案例 你比如这个是哪个 这是真听不 真听不吓 它的情况呢 你看它从什么时候建仓的 那么这边呢 是50 这是25 这边是75 是吧 然后前边 青涩大量的存在 随着股价没怎么起 是吧 就是下跌趋势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庄家上25了 就这边是25 上25之后呢 就开始建仓了 然后如果说 马上上50的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在第一波的时候 通常它不叫 不叫什么拉伤是吧 这一波拉伤 就是初步拉伤 然后后边整理一下 整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通常庄家会减仓 有时候通常会减到50 甚至还会消失 知道吗 然后后边 当整理完了之后 这个往上再起的过程呢 就是真的要开始拉伤了 它后边又会回升 你看这个庄家又回升向来了 是吧 又上25了 上50了 上75了 是吧 上50的位置呢 就是开始拉伤了 上75的就是开始快速拉伤了 是不是 通常突破前进高点 上75就是一个快速拉伤的开始 然后再看 这个是402 那么这个不就是 这个什么呀 来说这个这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出货吗 这是反弹 这是砸盘吗 是吧 这个盘没砸完 你就进场了 就被砸了 就住套房了 知道吗 砸完盘以后才能建仓啊 建仓了整理呀 整理完了就拉伤 洗盘再拉伤啊 是吧 这个过程远减的啊 比如说你这些不认识 你不认知啊 就是就是上25就是建仓吗 哦 它前面都没砸盘 上25有用吗 你比如这个位置 它上了25了 这是砸盘吗 这是建仓吗 这是出货 是吧 然后这个上50 它是拉伤吗 它不是 它是一个第一次 首次尝试性的试盘 是吧 然后第二次 这个整理完了之后 这个后边再上50 它是拉伤 是吧 在这对于用软件的时候呢 你需要了解 中间还是怎么运作的 这流程是怎么样了 是吧 现在到哪一步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是吧 要不然就会在这儿 被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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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在下跌的出去 就埋埋埋埋埋埋 就套牢被套上了 对不对 所以多数 玩不好的 就是不懂 庄家赛上运作的 是不是 然后你看 比如说像散货 我们应该在 什么时候买藏根基呢 就是在庄家上50 庄家上50之后呢 代表着 庄家已经开始空盘了 已经开始拉伤了 拉伤的过程当中 你看它边拉边震荡 边拉边震荡 是吧 但是我们始终要 守住这个50 它这个红柱 没有少过50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不是没有好股票 没有好股票吗 你看它56年 涨了67% 不是太大 但是也可以是吧 你就这种市场 还能找到 不错的这个股票 看到吗 比如像这个 5271 你看它之前 就是调整了一下 上了75 创新高 上75开始 快速拉升 对吧 用了26周 涨了143% 对吧 所以说 有些人就会说 老师这价这么高了 又专家这么高了 能买吗 你如果说不懂 专家的流程 那上75 你还认为它高 就卖了 结果卖完之后 一直就这样抱起 知道什么意思吗 所以说 为什么很多人感觉 跟庄 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或者说 跟着跟着就被洗掉了 或者跟着跟着 高了也不敢跟了 那就是不了解 这个庄家的流程 是吧 他们操盘的流程 75才是快速拉升的开始 有时候我们会设计 上75买入 为什么要设计 上75买入啊 因为它是快速拉升的开始 尤其它要是跑第三浪 突破前进高点的 通常这一段速度 会比之前快很多 知道吧 然后出货 你看 它那个少过75 就开始出货了 然后呢 少过50 出货完毕 变成零 你看到吗 这个砸盘 是不是从变成零开始的 是不是股价大跌啊 对不对 那在这一反弹 你就进场了 在这有向底 都进场了 是吧 刚开始一砸盘 就进一分钟 被砸死在里边了 怎么样去选出来这些股票 是吧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 庄家要炒作的股票啊 是肯定有的 咱们去选择出来呢 就用这个软件选 是吧 这软件 这个 UP50 就是第一天上午时来选 选完之后 你点这个filter 就一键就选完了 是吧 就不用再怎么去 那个 自己选 是吧 自己天天一直一直翻 一直一直分析 是吧 那你这个时间不是金钱吗 对吧 想完了之后 你再去筛选 你看比如说 它这个底注得很好 是吧 这是50 上午时第一次第二次 是吧 目前有一点 要拉升的意思 是吧 然后比如这种 它第一次 第一次过25 就是建仓了 然后整理一下 整理完了之后呢 就起来了 是吧 起来之后 目前刚刚上午 50 75 也过去了 是吧 不是说没有 没有好股票 是有好股票的 只不过 现在你想抓一些 好股票的 你必须要有什么样 专业的技能 你必须要更加专业 而不是说 还用着 大多数人 99.98天都知道 都在用 都能用 都会用 都能看的 这些指标 你还去做 是吧 你要更加 精准的去 操作 更加精准的去选股 然后以及 别人看不了的东西 不会的东西 在他们认知范围 以外的东西 你才能赚到 他们的钱 是吧 你不可能赚到 庄家的钱 你也不可能赚到 那个上市公司的钱 你只能赚 比你还要 新的那些股民的钱 是吧 或者比你速度还慢的 比你那个 反应还慢的那些人 你就可能赚他的钱 是吧 或者说你 你用的是别人 用不了的 不会用的 学不会的那些东西 又是很好用的东西 那你赚他的钱 是吧 或者别人都看免费的 免费的报纸 免费的那个tips 免费的软件 免费的 什么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就说明 跟公交车一样 所有人都能上 是吧 然后呢 那个 所有人都能看到 那凭什么你赚钱 你先看到的 你先看到的 就应该你赚钱 是不是 你应该用 别人用不了的 不会用的 花钱才能用的 你才可能会成立 这个什么呀 散户里边的赢家 见证了没有 要不然的话 就是普通散户的命运 是不是 今天呢 我们来学一个 在短期之内 一个月能赚 2000巴仙的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 一旦出现的话 先就不能放弃 赚到一只的话 你这一辈子 就不用带愁了 这种料 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 前面没有任何的征兆 看到吧 都没有任何的吵架 突然一天上来 一天之内完成建仓 控盘和 其实我一天 就这么上来了 是吧 这种情况 通常就是 2000巴仙 你看到吧 我找了两只股票 历史上有出现过 两次这样的机会 一个是这个 安宗 大家都记住 记得吧 这个股票是在 20天之内 涨了2030巴仙 就是他 前面没有任何征兆 都是没有什么交易 是吧 甚至都是非常不活跃的 突然有一天发现 一下庄家就涨这么多 然后后边就开启了 一波非常快速的上涨 20天就涨了2030巴仙 这个呢 最近是这个 Data Pre的 也是一样的 前面没有任何的征兆 突然 一下就涨这么高 是吧 所以说 一旦出现这种征兆 的话 至少 2000巴仙 知道没有 就是一天之内完成建仓的 就是他来不及建仓的 一天就把他那个仓位 一下升级到 一下仓位又增加到 75甚至更高 说明这个消息来的比较快 是吧 或者说已经建在闲上 没有办法了 是吧 就要发建了 是不是 然后 当我们捕捉到这个 当我们股票选了 选到了 是吧 我们怎么样去来做 进行交易呢 是吧 交易的时候呢 就用到了我们上周 给大家谈到的 这个趋势龙了 是吧 我们寻找有效买点去买入 寻找有效卖点去卖出 什么叫有效卖点呢 道士蜡烛转红 加炒价增加 叫有效卖点 什么叫有效卖点呢 道士蜡烛转轻 加炒价减仓 比较这个位置 你看 这个是炒价增仓 这是道士蜡烛翻红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卖点 买了之后 收收收 收到什么地方 收到道士蜡烛翻轻 然后下面炒价减仓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卖点 然后你比如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无效买点 看到吗 因为装价是减仓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就下去了 是吧 这是一个无效的买点 我们不要去买那些 无效的买点 是吧 然后具体选股呢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然后你想找一些 装价比例比较高的 是吧 你可以用75选 手上75的 或者说 已经在758线以上的 那么它如果是刚刚突破 前期高点 或者说刚刚第一天上来的 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种 甚至你可以放更高一点 我自己加75 比如说我放一个 我放一个75 我放一个80也行 是吧 叫75 我要放一个75 放个75 然后落点费用 所以它完了之后呢 你还要去分析啊 你要你要对着 刚才那种什么呀 对着刚才那种 那个全流程 你去看一看到底 属于哪一个阶段 它后边是不是要拉升了 还是说它是在 反台那一段 是吧 你要搞清楚 要不然你就说 上午75 就是拉升吗 不一定 你得看 它如果在这就行 是吧 到这就不行了 为什么 一流拉升完了 是吧 上75的 如果是第一天上75 就很好了 第一天上75的 那它就已经开始起了 是吧 你看第一天上75的 是吧 你看这种就是非常强的 不是没有好股票的吗 这个市场永远不缺的是什么 是好股 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发现牛股的眼睛 和选择牛股的软件 是吧 它永远不缺牛股 是什么呀 这个千里马长有 伯乐不长有什么意思 讲这个意思 伯乐不长有 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人不多 但千里马特别多 知道吗 常在股市里牛股也特别多 就是能识别 能抓住的 这种情况就比较少 是吧 有这个软件之后 那么你会把所有 股市里边的牛股怎么样 一网打尽 是不是 好了我就不翻了 然后就是选股的问题搞定了 其实就很简单了 是吧 你看这是这是我们一个会员 用了不到一个月吧 赚了6000多 但是头都比较少啊 是吧 要比这这种就是用了什么方法 这个浪行 这是上次讲的 是吧 然后还有用这个 那个那个六彩生75 选选选股票选出来的 赚了很多的 是吧 也有看到了 就用MCG75选了5651 两天赚了8.6 虽然不是特别多吧 对吧 但在目前这种事上当中怎么样 也还是可以的 是吧 就不赚钱 你赚钱 那就厉害 都赚钱 你赚的快赚的多 那叫你厉害 是不是 好吧 今天我们就把庄家这个事情 给大家搞清楚了 这路已经给你指明了 走不走 是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 你愿意继续走弯路 愿意继续用免费的 用别人都会的 你去对付别人 是吧 那你看你能不能比他要快 比他聪明 你只能比他聪明才可以 是不是 要不然的话 就没什么好比 对不对 好吧 今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也就是这些 希望能给我们一点帮助 是吧 然后对于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你要不断的拓展你的认知 尤其是你接触不到的 你没听过的 是吧 要学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你都听过了 你需要学它吗 不需要学 是吧 没听过的你才需要学 而且你需要花钱学 什么值得我们花钱学的 你不知道的 你的认知边界以外的东西 你可以去花钱去把它 拉到你的认知边界里面来 你的认知边界扩大了 你能赚的更多的钱 是不是 对于这个软件 以及对于刚才张家的这个认知呢 有些人会是先知先觉着 他说软件很好 别人用它能赚钱 我也行 买一个来赚钱 是吧 后知后觉者呢 就是等我赚了钱再买软件 是吧 你能赚钱了就不需要买软件了 是吧 先解决赚钱的本领的问题 没有赚钱的本领 怎么赚钱呢 是吧 不知不觉者呢 他就会再怀疑 真的可以吗 我验证验证验证 验证吧 是吧 有人验证了好几年 结果错过了好几堆牛市 麻木者呢 等别人赚到钱了 我再买 记住了 如果马云当年那么说的话 等别人把电商都做的赚钱了 我再做电商 还有他今天吗 还有今天的马云吗 对不对 你会等到这个机会 别人拿抓到了都做成了 你再去再去做 是吧 机会是不等人的 机会也是不挑人的 只是你挑不挑机会 你上不上 你能不能抓住 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是吧 机会就是少数人看到 并抓住他 而不是等别人都已经做成了 获利了 你才要来做 是吧 就已经晚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好吧 那么用一些免费的工具 当参考 是吧 如果说你真的想什么呀 比别人有优势 那么这个红利软件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你加入这个会员 你花钱去买这个工具 和你在外面免费的工具 绝对不一样 免费的大家都能看 是吧 这个收费的 是少数人能看的 还能保证我们能够 赚到别人的钱 是吧 他有两个配套 一个是半年版的 六千零二十块帮忙 然后一个是 终身版实在线两百五十 如果说你是 觉得可以 或者说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很多人听了很多次课的 你听了很多次课 光听没用 你说我认知边界也可以了 但是就不能做到 是吧 就是说我修车的技术 我全会到 拧哪儿 然后怎么什么原理 但是没有工具 怎么修 你不还得买工具修吗 是不是 怎么转换 怎么悬股 然后确定买卖点 你不还得用工具 就是这样 然后你加入会员之后 后边会有这种 基础的系列课程 能够让大家能够 对这个股市 慢慢的走到一个正经 走到一个专业的层性 好吧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跟着装家怎么样 那个转翻天 好吧 谢谢大家 如果说你想要去用这个软件的话 就可以去找你 邀请你的老师来去咨询 好吧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去问 邀请你听歌的老师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你听歌的老师 谢谢大家 也许世界就这样 火焰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湿人眼眶 可又不甘懦弱 抵着头 期待白照 接受所有的嘲讽 迎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地向前套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踏破一只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怕有你这光 就聚散黑暗 托起所有的负担 负担 负担 我爱你 我爱你